因为我学生里面有一些都是小学 有些是中学比较大的学生 我就预备了另一条画画练习的片段 想让他们看一看 这个练习是我对桌上画的一幅水彩的速写 全程我大概画了一个小时 这是桌上的一堆静物 当作是一个植物的素描和水彩 我这个片段就加了快速 用了四倍速度去制作出来 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由原本开始 草稿 然后一直到水彩完成整幅画 希望同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或者如果他有兴趣的 都可以 他喜欢照着我这张照片去画 也可以 或者用我这个方法 试下在桌上 可以找一堆 堆砌一堆的 物件 然后试下制作一张 这样的静物画 在最开始的部分 我们首先把一些物件的比例 长辉高的比例 首先画出来 我这张速写 其实我自在在一个小时完成 所以我都不会太讲究 但是画完一些比例 你会看到 我觉得 圆不跑的位置 明显有些大了 我都会改变它 在这个部分 要先检查一下 因为如果 你这个部分 如果觉得有些大小比例 错了不改 之后就很难 会收拾出来改变 好 那我桌头上面 就有一个瓶 还有圆不跑 有一块木 这样的一些物件 还有 桌面就会有一张 比较有细致格仔的 箭台的桌子 我特意放一个这样的情景 出来 就试一下 在一些格格上面画一堆物件 示范一个 你见到我 起稿的时候 特别去到桌面的桌面 桌面上 我会用一些间尺 去选择一些格格 出来的 我刻意有个格格的地下 让它觉得有些空间的感觉 还有如果你那些间隔 不用间尺 其实白手就很难画得漂亮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画画的时候 需要用到间尺 你都不需要介意 因为是用间尺 是的 我主要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由瓶到圆不跑 和木头 做一个主要的主景 而背景 你见到如果看一幅相片 就比较多杂物 我亦都有一些杂物做背景的 特意 你见到那些杂物的背景 我就不会一一地画出来 那些就会做一个很简单的 可能只是画它一个形状 就交代了一个背景 谢谢大家 完成圆筆草稿后, 来到水彩的部分 我会先由背景开始着色, 通常水彩都会在背景开始 先落一些颜色, 上画面上 先留下背景和颜色的分围 我一开始就由桌面上的灰色 桌面上的土黄色, 木色 先开始 反而主题的几个物件, 我还没有关系 接着我会用深色 在背景上的位置 让它的空间拉厚一点 在后面的地方 通常我的深色 例如桌面的深色 我是用蓝色 土黄、橙色的撞出来的 背景的深色 也是在蓝色上面 和啡色相运出来的 一些深色 有些颜色 也会在主题的物件上的深色 有些颜色 主要就是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白白白的颜色 你也不太知道如何画 所以我会在某些深色的地方 整体的氛围上 都会加一些 环境颜色上去 让自己有个概念 知道幅画是如何上色的 我开始 在樽色的部分 先开始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是 幅画里面 比较 焦点的地方 由瓶子 戴上去 圆不跑 接着 到下面 木头 那些位置 所以我由瓶子的 橙色的地方开始 都是一些暖色 然后画个木头 颜色 这种 土黄色 黄色 我顺带 都在背景里 多一些 然后 背景上 某些形状 就会用画笔 画出来 那些形状 是先前 我用完笔的时候 都没有画到的 然后我会用一些蓝色 在一些相反的地方 即是 陰暗 反光 反弹光的地方 即是陰暗的地方 那些地方 就画一些蓝色 主要就是 不想那张 幅画太过 暖色太多 那我就会用蓝色 协调一下 在相反的地方 相反的方向 我之前 一直都是用一支 平头的闯笔 开始画的 因为 闯一点 你可以画得快一点 而且 不需要太过仔细 让它 粗略一点 去画 可以画到一些大的地方 然后 然后 我就会用一支 比较小的 尖刨笔 对 尖刨笔 我这个时候 就会将一些 深色的地方 画出来 幅画有些 深色的地方 就 整体的 形象 就会 容易掌握 白一点 各样的形状 你都会 明显一点 可以看到 我在 深色的 圆笔 跑 圆笔 圆笔 是比较深色的 藍色 为主 然后 第二个圆形的 圆笔 都是比较深色的 很明显 它是黑色的 我呢 就 会用一些 深色 来画 一些 一些 深色的 线条形状 的 我黑色 都很少 用 折黑色 下去 通常 我黑色 都会用 深蓝色 和紫色 相云出来 接着 我用 深色 或者 我的 浇纸上 有些 字 我都是假扮一些 字 画出来 对 然后 玻璃瓶上 某一些 深的 阴影 我会用 因为 纸笔 正好 都还有一些 深色 我就会 用水 混淡它 然后 在瓶上 加入一些 深的 暗位 中间 深色 到深色 完了 我会 画一些 明显的 彩色 的地方 彩色 的地方 应该是 符画的 比较 奪目的地方 我会用 黄色 画鲜 然后 下面的 纸 都是黄色 绿色 然后 我会画 红色 圆笔 跑的 顶 这是 鲜色 你看到 整个程序 都会由 底色 一个 气氛 环境 颜色 先 然后 画 深色 深色的 形状 然后 到 纤色 的 地方 通常 我的程序 画的程序 都是这样的 因为纤色 放在最后 你可以看着整幅画的 状况 而放下去 以免 如果纤色放得太多 你这幅画就 比较 不得真实 好像 会像 漫画 多一点 我又想 有些水彩的味道 所以 我也是用 传统水彩的画法 去画 你画水彩画的时候 通常 如果水彩画 都是由 淺 画到深 这个 是一般 透明水彩的 画画的 正统 正统 的方法 因为 水彩是透明的 你用 你先画 浅色 然后 然后 把深色 塗在上面 它就会 和底下 预先画的 淺色 塗上去 就会越画越深 水彩 除了有透明的水彩 你也会看到 有些叫做 不透明的水彩 不透明的水彩 其实 就 差不多是以前 我们用的 水粉颜料 或者是 广告彩 那类的 它也是 水性的 顏料 其实 和水彩很相似 不过 它是不透明的 以往 我们通常 用它来 画广告画的 就叫做广告彩 英文叫 Gwash 主要和水彩的分别 因为它不透明 它有一支白色 它一般 颜色 都是不透明的 它 可以在 深色的地方 画淺色 这是它 和水彩最不同的地方 如果 你有 有 有 看过一些 国内的 水粉画 其实就是广告彩画 通常 如果你学油画 之前 都会 有 一些 水粉画的 训练 来 当是油画 的 因为它的性质 和油画 相似 为什么我会说 这个 不透明水彩呢 因为 现在很多画 其实 水彩 可以在 你说 透明水彩的时候 加入 不透明水彩 效果 有时候 都会挺好的 我这一幅 主要是 以透明水彩 为主 有机会 我再 为大家 示范一些 不透明水彩的画法 也可以 我大概 透明水彩的地方 一部分 都画 差不多 画了 80% 我 就会 用一支 白色的 广告彩 如果你在 水彩 加入了 白色的广告彩 其实 它都会有一些 像 不透明水彩的 效果 这个时候 我就会 用这些 白淺色的 广告彩 用来 画一些 高光的地方 即是 高光的地方 等幅画 在最 尾 如果 是不清晰的地方 你用 高光的地方 就可以 将它 最尾 在画幅画 最后的阶段 可以 将一些地方 画 分明一点 靠高光的位置 有些高光在玻璃瓶上 在圆笔刨上 都可以 在膠的地方 在玻璃上 都有些高光的 加入了之后 就会更清楚 你看到我 除了加高光之后 在一些 很深的地方 我亦都会 有些地方 觉得它不够深 我也会 加深一点 让它 整幅画的空间 和 真实的感觉 会更强 对比 会更大 最后 找一些白色 在招纸上 那些字 会写一些 假的字 最后 在最后 在最后 会有一些白色 高光位置 我会再点一些 大致上 的幅画 就差不多完成了 学完 都可以试一下 自己的家 我希望 你试了之后 都可以让我看看 或者 我今天的示范 就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